清晨 推开窗户 清风拂面 又是一天新的开始 因为雨一直下不停 我们决定前往法国的Mulus 参观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博物馆 全程往返大约140公里 终于到达了法国的Mulus 国家汽车博物馆门前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所以停车不是问题 沿着这条跨河的长廊来到了City of the Automobile 吸引眼球的就是眼前这栋黑色建筑物的刚化玻璃墙面 悬挂着立体感十足的汽车模型 一条宽敞昏暗的长廊播放着汽车的影片 拉开了入管的序幕 持管由热爱汽车的意大利仿制大亨Slamf兄弟创建 后来被法国政府接管 里面陈列的汽车都以Bugatti为主 占据了Bugatti产量的3% 许多车型连Bugatti公司都没有 对于车忙的我来说 从入管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深深的震撼到 池管超级的巨大 管中展出很多欧洲品牌的汽车 还有跑车F1方程式赛车 还有很多很多我叫不上名字的汽车品牌 除了大量的Bugatti老爷车之外 这里还展出数十部史上最经典的奔驰 马萨拉蒂 雷诺 彪志 宝石杰 法拉利 劳斯莱斯等等车型 甚至连我们大中华的红旗都有一辆在这里展出 好了 不多说了 就让我这个车忙带着大家走进世界最大的汽车博物馆 异度为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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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么多眼 花缭乱的车 让人不得不感叹 这两个多世纪以来 汽车工业文明的进步 我这个车忙 对老爷车重新有了新的认识 也开始明白和理解 为什么那么多爱车的人喜欢收藏老爷车 这里绝对是汽车迷的天堂 参观完 参观完博物馆 描一下才会自动打开 离开 离开博物馆时 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因为下雨的原因 付过款的停车卡 被雨水打湿了一个边角 变软 塞不进门进机 车栏自然也就打不开 我的车也出不去 当时特别的着急 小家伙就安慰我说 妈妈你别急 给我吃了颗定心丸 于是返回到博物馆的售票处 听完我的陈述后 漂亮又散解人意的营业员 立马给我免费补了一张停车卡 服务态度超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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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 加入不要停车白 滼或是开玩笑 moyen 帮助吧 особstyle 坊西飓演 工集会 小冬 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